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客家美食 釀摆 切碎 备用 现在准备一条咸鱼切碎备用 现在准备点野蒜 把野蒜切末备用 现在把配料都准备好了 就起锅 热锅烧油 先把肉磨爆香 肉磨扁姜以后下点盐 这盐稍微重一点没关系 因为咸才香 继续煸炒 然后放切好的那个咸鱼粒 继续炒 爆香肉末跟咸鱼粒差不多了 现在就放那个野蒜 现在调味放蚝油 适量 生抽 适量 肉馅炒好了 肉馅炒好了 要冷却 冷却之后放冰箱 即冻它一晚上 为什么要冻呢 因为要把这个汤汁冻硬 然后搞到那个肉馅里 就会有那个汤汁 现在开始和面板 这个糯米粉 这个是面粉 比例是三比二 面粉里面要加点盐 有点底味更香 放点植物油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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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加热水 开水烫 水要放适量 一次要放好 把面团揉成这个样子 差不多就好了 把面团揉成大小 晶莹的快 大概这么大 不过 一分钟就被改了 两千多了 你看这个肉馅 昨天晚上冻了 一晚上了 那个汁全部就这样了 刚才能够 做好了,上锅蒸30分钟 时间到,好了,出锅 客家特色酿板就做好了,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要香一点的话,可以拿那个不砖锅煎一下再吃,效果更好,更香 用不砖锅煎一下 一道正宗的客家美食,酿板就做好了 感谢观看